700余吨来自台湾高雄的货物,1月20日上午乘台北快轮抵达福建平塘港。 平塘至高雄货运直汉航线由此顺利实现首航,为高雄通往大陆开辟了一条便捷通道。 当天上午10时30分,平塘至高雄货运直汉航线在平塘举办首航仪式。 这次首航是1月19日下午从高雄港起航,20日早上到达平塘港,178海里的航程耗时约为9小时。 首航运债的货物是平塘七家商贸企业采购的高雄水果、蔬菜、冰鲜冻品、果汁、液晶面板等,货值超1500万元人民币。 这条航线开完以后,平塘将来又做一个水产品的基上地,将来对全国来说平塘就更有一个优势。 我将来就把这些水产品、水果卖到全国各地去。 当赴此次首航任务的台北快轮隶属台湾华钢物流集团。 该集团副董事长聂栋仁表示,台北快轮是高速滚装船,航行速度是一般货运船的2.5倍。 在高雄至平塘航线上运输、生鲜、浓鱼产品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 我们认为有非常大的潜力,当然我们福建省有很多的港口,但是这样子的直航的速度,福建省还是有平塘为一一家。 那么我相信后面所有的商家都在期待,期待政策加上我们快速的航运能够起了更大的作用。 据平塘综合试验区透露,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该航线的常态化运营,加快台湾农鱼产品免税交易市场规划建设,完善各种配套设施,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平塘作为敏台合作交流窗口和大陆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